你現在聽的是圓網台 我是生食食術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當然我們可以有時間去大自然裡 我們除了鞋子 在草地行走下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這麼繁忙的時候 其實現在市面上 已經是有一些接地器的產品 在我們的健康店 已經有很多的客人 買了回家裡 每天都可以接受到這個接地器的治療 接地器產品 可以在我們陸創意的健康店 可以買到的 聯絡電話是28824848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聽圓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和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和最新的發言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袁先生你好 Hello,Della好,大家好 現在文明都市病都不離幾種 譬如很多時候都人都說 肥胖、疲累、胃病、腎病、癌症、冠心病 急性疑腺炎、上消化系統的出血等 這些問題 而北京協和醫院營養科副主任 于康教授接受訪問時 就說 其實剛才我以上講的那種 都市人的文明病 八種的病 其實都是因為我們自己吃出來的 是自己吃出來的禍 袁先生 吃得太多 吃得太多 可以幫我們解釋一下 所以要令它完全消失就是很簡單的方法 就是不要吃那麼多 我經常講什麼呢 就是七分飽 這就是陳兄所講的 其實是文明人的通病 沒錯 胃、上消化系統的出血 即胃出血 胃病、腎病、冠心臟、愚臟 疲累和很多人的油 其實很多人都是 最簡單的人經常覺得 下午吃了東西之後 就回公司黑眼睡 這個就是發起工心 如果你能夠吃到適當的食物 不要吃那麼多糖分 不要吃那麼多澱粉質的東西 你吃得對 其實你不應該吃了之後覺得很累 其實他的解釋就是說 其實這些所有的問題都是吃出來的 一般的情況 闖禍是怎麼說的 三四個好友相聚 通常就是出去吃東西 吃東西 喝啤酒 可能是持續到吃到三間半夜 吃了兩三個小時 接著就是成了之後 一般人吃了之後 有些後悔了 嘩!吃得很飽 很辛苦 這是很多人吃東西的習慣 通常是吃得很飽 吃得很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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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辛苦 吃得很飽 才會停 這個就是個問題 現在我們這篇文章的解釋 其實我們要吃的 但吃的那個尺度 要把握得好 其實中國人經常說 吃七分飽 先講講 那八種病 大家很明顯 怎麼會搞出來的呢 肥胖 當然吃得太飽 多餘的熱能 就會成為脂肪 在那個體內聚積 令到人發胖 肥胖也會帶來 心血管的疾病 高血壓 糖尿病 脂肪肝 這些病發症 第二個就是疲累 實在所講 很多人成了之後 就立刻眼睛 白瘋公深 這都很明顯 是我們那個 食物入了消化度之後 令到其他的氣管功能 都是要休息 因為要消化 用很多血液 去那個消化度去處理它 很多時候 這個人就會覺得 反應遲鈍了 也都會加速那個 那個大腦衰老 好了 胃病方面 吃得太飽的 直接的危害 就是增加 那個腸胃的負擔 造成消化不良 人很多時候 雖然胃穿 胃脹 腹痛 便秘這些不適 也都當然會破壞 那個胃的黏膜 引發那個胃穿 肺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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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就是腎病 吃得太多 就會過多 不是蛋白 那個蛋的 過多是要由腎臟排出來的 會傷害人的秘療系統 會加重腎臟的負擔 重源引發腎臟的疾病 始終食物裡面的蛋白質 就是要排解的 都是靠腎的 還有是癌症 日本的專家指出 飲食過多會導致 抑制那個細胞 癌化因子的活動能力 減低 增加患癌的風險 原來餓的人 這種對付癌的 那些細胞因子的活動能力 是比較強的 日本科學 就直接發現這個關係 還有就是 心臟冠心病 吃東西吃得太多的熱能 會引起那個 那個膽固醇增加 也會引發血管硬化 和冠心病 讓血的黏度增加 出現了血泉 造成心肌僵死的症狀 還有就是 急性胰臟炎 因為食了太多的蛋白質 高脂肪的食物 再加上過量的飲酒 會引發胰臟的水腫 造而是引發急性胰臟炎 還有就是 最後就是 上呼吸道的出血 這個包括 潰陽 慢性肝病的人 如果吃得太多 很多人都會發現 消化頭出血 吐出咖啡色的食物 這些都是跟我們吃得太多 問題都是吃得太多 令我們肝的負擔太多 其實都是吃出來的 所以他們的解決方案 其實很多人坊間經常都聽到 每一餐七分飽 健康就會到老 這種說法 原來現在科學證實錯了 以前很多人都聽過 七分飽可以保證 營養蝕蜜 能夠控制體重 然後什麼叫七分飽 七分飽 你怎麼知道你吃得到七分飽 這是什麼衡量的標準 好了 衡量的標準是這樣的 七分飽是這種感覺 即是說胃裡面 還未曾覺得滿 但對食物的熱情已經降低了 主動進食的速度明顯變慢 但當然了 你還未覺得飽 一般人就繼續吃 起碼將食物的不要浪費 吃光為止 如果這個時候 你發現 你不是覺得飽 但你覺得可吃可不吃 這種感覺 那你吃的就是不吃 選擇 當然最重要的是 在我們一般人的外面吃東西 或者自己去煮 那份量就不會剩那麼多 即是剩到少少少就可以了 總之你吃完了之後 不覺得餓便可以了 但是 當然一般人的習慣 覺得未吃到飽飽醬醬 就好像叫做未吃完 很多時候都是 吃到飽飽醬醬 就叫做完 這個就是個問題 即是說 七分飽的感覺 你不覺得滿 但也不覺得 是需要再吃下去的 在這個時候 記得 立刻不要再吃 放下它 好了 那到底八分飽是什麼意思呢 七分飽和八分飽分別就是這樣 八分飽的胃是覺得滿的 滿的 但再多吃幾口都不會痛苦 就是都可以吃到 但是感覺到滿的了 但是你知道 多吃兩口都可以了 是 所以 如果吃飯的時間 是相對固定的 如果你吃到七分飽 你就不會覺得很快餓了 下一頓不會說要早點吃 如果你發現 不是的 我剛剛成了不久 但是很快 就要提前再吃東西 即是說 你就未能去到七分飽 OK 下一次就多吃一點 即是平時你吃飯的時間方面 就不會說好像不夠這樣 可能三個小時 四個小時就要吃 你可能要四五個小時才需要吃 好了 那什麼可以令到我們 容易達到七分飽呢 有什麼可以做呢 有五樣的提示 可以試一下這五個方法 好的 第一 就是吃飯之前 先二十分鐘喝湯 先喝一喝湯 就是讓身體那種飽的感覺 先用湯水去填一點 那當有一點點飢餓的時間 就先開始吃飯 盡量固定吃飯的時間 那吃飯的時候 就是慢慢咀嚼 慢慢吃 起碼就二十分鐘 即是有些人 是很快的 很快的狼湯就吃了 那記住 給自己起碼二十分鐘 就是起碼過一餐 起碼二十分鐘 還有呢 要多吃一些涼拌的蔬菜 即是沙律 還有粗的食物 即是蔬菜 記住 蔬菜是多吃一點 每餐都要吃的 還有呢 每天要充分你喝水 大概一千五百個毫克 即是1.5個公升 那就是用水份補足 吃東西吃久一點難一點 吃多些蔬菜纖維高的食物 那這些是容易的 好啦 那吃東西呢 要吃多少才是適當的呢 很多時候 是的 有些人去外面吃東西 給你一個巨牌 他有六安士 指限六安士 八安士 十二安士 在美國往往是十六安士 是 是大到 我最近有個朋友 是剛好親身經歷的 那他呢 就三支公去 去扒馬橋 那你知道呢 三支公扒馬橋有什麼樣做呢 那就是宵夜 宵夜寢夜 那其中其是 我呢 就買了很大塊 很大塊的麵 成村口的 成村口的 那些這樣的牛牛扒 又扒又成這樣 然後就喝下了一支紅酒 那 ise 那晚我吃了 去露ien吃了之後 之後 以後 第二天捅風到它 動也不能動 滾頭 很快就脚趾痛到它 這些叫富貴病 你很明顯吃得太多 它自己都知道了 當然它立刻打電話給我 怎樣算了 我都教它用這些方法 幸好我們有一個很好的痛風的工具 是一個癡性紅蘿蔔做出來的 效果很驚人 當然痛風也很痛療劑 一般食物裡面 我也是叫你多吃一些車利子 你多喝一些水、車利子 當然斷食肯定什麼病都可以煮得很快 那究竟什麼份量才叫合適呢? 很簡單來說 就用手來決定 譬如你要吃一塊牛扒、豬扒 那個是手掌心 記住 不包括手指 手掌心 大概50到75克 每週的紅肉總量 最好不要超過500克 每次吃都是手掌心的份量 不要太大塊 太大塊你就會覺得 嘩!叫了車利子好像浪費了 就吃掉它 記住 記住 手掌心 大概50到75克 吃魚 就整隻手 包著手指 打開來的手指 吃這些魚 大概50到100克 最好每一天 每一星期都是吃兩次 最好就是三文魚、沙甸魚、心鶴魚 就更加紅 是 那經過了 脫糞了 有一隻手掌心 很簡單 你倒入手掌心 一隻手掌心 裝滿的 不會倒死 這就是一般正常的份量 每天的攝食量 控制在30克以內 大概是 一隻手掌心 你切得多少 就這麼多 好了 乳酪 吃多少呢 兩隻大指帽 夾在一起 你知道乳酪 你切得出來 是一條條一塊塊的 大概兩隻手指帽 加起來 這就是乳酪的份量 大概是30克 這個是有足夠的 鈣需求量的三分之一 每天的需求量 有三分之一 由這兩個大指帽 這麼大小的乳酪 就足夠了 好了 還有其他一些 譬如一般的那個雜糧 麵包、薯仔 即是蕃薯那些 吃多少呢 譬如你要吃個薯仔 蕃薯 看拳頭這麼大 OK 當然你小的人小一點 拳頭小一點 人大便拳頭大一點 這樣 大概250克到400克 一般的雜糧 最好佔你的主糧 大概是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好了 那蔬菜 我經常說蔬菜很重要 那蔬菜是多少呢 是一個 就是拿兩隻手 兩隻手這麼大 就是合起來的手 那蔬菜是很鬆散的 那一大盆 就是兩隻手這麼多 折得到的 是這樣的份量 好了 那這個量呢 大概都是三百到五百克的 那就是說 你是一個拳頭 就是一隻手 拿起來的 合起來拿起來的 那這個就是差不多的份量 好了 那有些人喜歡吃蛋糕 多少呢 小小的 兩隻手指這麼多 是 那就要看一下 那香港人吃的甜品蛋糕 這些都是 芝士蛋糕 通常都不是很大塊的 嗯 但是知道去美國那些 哇大到嚇死人了 是 記住呢 兩隻手指合起來 是 那個時候牠食指和中指 加起來 那他們大概呢 痕熱量大概是185千克 就是kilokkcal 這樣 好了 那方面呢 就是這樣 一隻手 兩隻手合起來了之後 就一一一一 就是一拆 像你吃那些 樹多咧莉呀 或者蘭莓這樣 那樣 那大概應該適當的 每天的份量呢 是200到400克 OK 那是 就是一個手拿得起 好了 朱古力是多少度呢? 一隻手指 三隻手指 可能一般的四格 都OK的了 朱古力其實都是好吃 很有益的食物 好了 有些人吃了之後 真是死了 吃得太多了 有些什麼可以即時處理呢? 有時真的跟朋友聊天的時候 都不記得了 沒有印度這些份量 吃多了的時候 有沒有一些解藥可以補救呢? 人們喜歡躺下休息 躺下休息很多時候胃也會反流 所以躺下休息好 但要側去左邊 枕頭稍微高一點 高於身體的七到五的尼米 會覺得舒服一點 如果晚上吃得過飽 都是 先是左側睡一會兒 吃了之後 最好就是差兩三個小時才再睡 就是你休息一下 打側 等胃液不會那麼容易出來 還有什麼可以幫助消化舒緩一下呢? 這裡就是一種炮的陳皮茶 用五克的陳皮再加兩片生薑 再加適量的紅糖 用滾水沖泡了15分鐘 這就是用來幫助喝的 這就是幫助你消化的那方面 尤其是 但是有些人 屬於陰虛火旺的那些人 那些人就不太適合 那很重要的是自己的感覺 那些人覺得不妥了 吃了之後就不妥了 那些人就會喝少許紅酒 那參飽就是火雞肉之後呢 有很多人用紅酒的 那它也在紅酒裡有一些成份 叫做MDA那樣的 那種過氧化物餅二存 那這個是幫助消化脂肪的那些副產品 那並且是 就是這些這樣的食物 那用紅酒之後呢 會化解這些的 那所以有些人呢 都是這樣用就是很喜歡的 一餐後喝少許 但是記住不要多 是 尤其是 好了 那還有呢 我以前也和大家喝點醋 是是 小醋 那其實最簡單呢 就是我們蘋果醋 是吧 所以當作是一種餐品 飲品 那就不要 就是你可以用少許蘋果醋加在這裡 那這些都是好的 那還有一些呢 就是記住呢 就吃多一些抗氧化 多一些的水果 除了蘋果香蕉鏟呢 都吃多一些啤梨呀 士多啤梨呀 這些這樣的水果 也都會加強那個抗氧化的 那就是說呢 其實很多的就是消滯啦 是是是 幫助消滯的那些方法啦 那些醋呀 少少那個陳皮 陳皮啦 化氣啦 陳皮新薑 紅糖那些茶啦 那這些都是幫助我們 就是 頂一頂啦 吃得太飽了 怎麼辦呢 那用這些方法舒緩一下 舒假一下 嗯 好啊 今天多謝袁先生 和我們分享了這個的理論 原來呢 在這麼多種 就是現在多數很多人呢 都市人都患上 一種至甚至兩三種以上 這些的都市病呀 那些八種的東西呢 其實呢 那個原因呢 那個成因都是我們吃得太多 那個 那個資源上面呢 有時候太豐富啊 我們的東西呢 都不懂得節制的時候呢 都是要去回以前 老祖宗所說的訓話啦 七分飽就可以長生不老啊 那我七分怎樣可以形成 剛才已經介紹過的感覺了 還有可以怎樣我們平時怎樣控制那個呢 就是我們不需要好像呢 很specific那樣 每一塊東西要揚著它 要計著它 那些這樣 那慢慢呢 這個大家自己呢 可以呢 樂實這樣實行一下 就很容易就做得到的了 這個都是一個習慣來的 養成了就很快脆呢 就可以得到一個健康的身體了 好 今天謝謝袁醫生和我們的分享 我們今天時間都差不多了 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問題 可以打以下這個電話 和袁醫生做一個回診 電話號碼是25773798 而在海外聽眾也可以透過Skype 和袁醫生做一個網上的回診 可以E-mail到 cs.naturalhealing.com.hk 如果想重溫我們的節目 可以上我們的網址 www.sourcewadio.com 又或者上YouTube 搜尋自然療法語力 就可以聽回我們的節目 今天謝謝袁醫生 拜拜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